学习专业养风知识 关注古墓长天养风课堂 大家好,我是古墓 现在这段时间 我们这边风群出群都是比较积极的 因为这几天每天都有点类似于南风天 就家里面会比较潮湿 其实这个时候很多开花植物 它土蜜就非常的厉害 当然了,粉也是一样的 因为没有风,而且闷热 花粉也比较潮湿 蜜蜂它容易夹到脚上 采集效率高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时候的蜜 肯定是比较足的 那蜜足蜂群发展的快 就意味着什么 最先的就是骑雄风 很多蜂友他不懂啊 他问我什么时候能够遇亡 什么时候给他更换蜂王 我告诉这些蜂友 现在是早春季节 早春季节更换蜂王 千万不能像晚秋跟夏季一样 因为这个时候的很多蜂群呢 它里面是没有雄风的 查看蜂群有没有雄风 不是一定要在哪一群蜂里面 而是在蜂群中午出路的时候 或者你提皮的时候 如果你发现有个别的墙群里面有雄风 那就说明这里啊 应该已经有了雄风 还有一点有蜂友问我 工产的雄风能不能用于胶尾 答案是可以 当然这个质量我就不知道了 另外一点就是 现阶段有些蜂友在查蜂的过程当中 发现有雄风反馈把它割掉 那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保留一下 为什么说要适当保留 因为现阶段起了雄风 就意味着后续我们很有可能会更换蜂王 不管是你人工翼王还是自然的王台 如果你不保留雄风 那可能会造成蜂王交尾的时候 雄风数量不足 尤其是一些大型蜂场 我们都会有目的地保留雄风 保留足够的雄风 有两个好处 一个就是可以保证蜂王出去交尾的时候 这个雄风的数量跟质量 另外一点就是 把这些外面的天敌给它喂饱 喂饱了天敌 那么你的蜂王出去交尾 成功率才高 才不容易被天敌给消灭了 所以不要一发现有雄风 立马就给它割掉 保留起来 如果你想人工翼王的 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了 看清楚你的雄风房 最好是雄风房有雄风出来以后 你再给它人工翼王 这也是对交尾蜂王的一种保证 因为雄风它出房以后 它需要时间才能够成熟的 它并不是出房之后就能够交尾的 那这个时间呢 一般来讲是在雄风出房 十五六天以后 这个时候的雄风 在中午出群的积极性才会更高 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把握 还有就是现阶段 如果有风群失亡的 如果没有起雄风的 那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合群 合并一下 不要让它的急躁王出来 因为急躁王出来 没有雄风交尾 会错过很长的一个时间 越东风 死亡会过快 如果粉蜜源又阻挡 那有可能会造成攻产 会对风群的普遇力 造成一种浪费 不要认为说我合群就少了一群风 你合群过后的风群 等它发展起来 到了一定皮数的时候 当它外界有雄风的时候 有王台的时候 你可以再给它进行分风 这样的话 你的风群数量是没有减的 有赚不亏 这点一定要注意好 那本期的视频到这里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